未來參加國際重要賽事的選手跟教練 都已經做商務場了 現在就是選手教練會做商務場 做相關的訓練 所以這次在防疫的座位上面 是完全依照指揮中心告規格的方式 我指的是7月24日 我們路線前往包括說飛機安排 現在有沒有做最好的一個準備了 這部分當然正在規劃當中 因為整個疫情其實一直在變化走 所以部長本席特別在今天3月的時候 就提醒您 如果說7月24號真的有辦奧運的話 還有4個月的準備 請教育部 請體育署 把疫情防護計畫完整 那甚至啊 因為飛東京只要殺丟尖 尤其以往我們都講是說飛機 我們的這個運動員人高馬大 可能坐這個經濟艙都比較困一點 剛好現在飛機航空業也比較苦哈哈 能不能用哪裡的一個經費多撥一點 讓我們的選手坐飛機坐得比較寬敞 看一個人可以坐一排還怎麼樣 讓大家移動很方便 選手教練會坐商務艙 讓大家移動很方便 選手教練會坐商務艙 這個已經做好 全部的選手教練都坐商務艙 確定 是 全部代表隊選手教練都坐商務艙 好 這樣我自己困定 大家好 台語 成為奧運國手 代表國家出國比賽 這是運動員生涯中最高的運動 你在照顧選手教練的工作上 我會更有趣 像是過去選手教練在場 不增在的時候 容易因為女主體動機的中資勞頓 減少戰力 所以 從這次奧運開始 未來參加國際中藥代表的選手和教練 都能做商務艙的工作 讓選手在商務艙拔射的時候 也能夠得到成為選手教練 跟選手教練 都會有選手教練 每次奧運行的工作 跟選手教練 都會有選手教練